8加2 主席各位同仁,李部长以及各位长官,请部长 请李部长 黄委员好 部长,我想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酒类 米酒也不会已经降过一次了 是是 自从降税而且降价之后 这样米酒的销量大概是如何 大幅的增加 去年同期大概增加十倍 七千多万瓶 那根据你们的查查,市面上的维酒 这个丝酒维酒这部分 查到的这个键数是增加还是减少 就我们数字的统计,我再报告一下 请说 以91年来讲,大概查到了181万公升 陆陆续续有蒸油解 181万公升 这个是91年的时候 91年 撕裂酒,但这里包括各种的酒 对,陆陆续续有蒸有碱 这个94年的时候,变成一般 撕裂酒里面米酒占大宗吗? 应该是米酒占大宗 是米酒占大宗 另外到98年,目前我们查的是107万公升 98年那时候还没调降吧?调降了吗? 98年6月1号就调了 对,那今年一到今年开始呢? 以这个数字来看喔,就是说地方政府 大部分就是内地,就是讲米酒的部分啦 这个量是增加的,在97年的时候是93万公升 那在98年的时候就增加到106万公升 97年是93万公升啊?对对 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时候还没调降米酒价格? 那个是上半年还没有,下半年就调啦 我们是98年,98年,98年 对啦,不是97年调啦 所以你从这个数据里面 还没有办法能够给我们足够的证据喔 是,说服我们说这个已经调降米酒的价格了 所以说这个民间想要这个撕酿 或是制造伪劣的米酒的这个动机降低了 所以我们茶器的这个数量减少了 这个当然会相互影响啦 理论上是可以,可是实际上的数据你没有告诉你 所以我们还继续来努力就查查的部分 还是说你们接下来就可能会放松查查 所以查到了这一部分 不会啦,我们事实上在这一两年 我非常重视这一块 我在跟委员报告,我在台北市的时候 对这个整个业务的推动 整个ISO的建制,SOP的建制 用到我们中央来 所以中央有一个查机汇报 各个地方政府也有查机汇报 互动来做推动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倒是希望 如果米酒降价了 之后 这个能够让这个洞伪造 报告一个数据 至少讲起来 我们说去年98年6月1号降 从每一瓶的税111块 降到现在29块多 这个效果 从消费的面来看 它实际透过烟酒公司的消费量 就增加10倍 增加10倍 增加10倍 那 那这有两个可能 一个是民众的消费的转移嘛 是是 反而民众可能就 每年都消费这么多瓶 那今年也没有特别冷 我就消费了这么多瓶 这里跟委员报告一下 购买局 台湾烟酒成长10倍 就等于说民间的 这个失劣酒减少了嘛 米酒的消费大概两个 这个主要的消费来源 第一个是一般的个人的消费者 他是在通路买的 这个大概都比较不会有问题 剩下的就是餐厅业者 在夜市啦 在各种的相关地方 这个部分的来源 基本上比较可律 意思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我也责成我们烟酒公司 做协同相关的单位 做必要的查查 我到大饭店去看你的厨房 有没有买米酒啊 你是买的是一瓶一瓶的 还是一桶一桶的啊 这就来源就可以去 一桶一桶绝对不可能 基本上一桶一桶 基本上就不是我们 这个合法厂商的一些东西啦 是 所以说依照这样来看 我们只是想说 米酒降价的用意 最好的方式 最好的可以看得到 如同去年的时候 你们告诉我们 说这个可以减少失劣酒啦 对对对 可以增加 就是国库的税收 至少不会减少 因为民众的 还是减少了一点 减少一点点 增溜酒税的酒席来讲 对啦 但是消费量这样增加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 这个这个 让民众的有一个比较便宜 基本上不是税收的问题啦 不是税收的 消费者保护 酒税的管理的制度的建构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这个角度出面 那么你们为什么认为说 再进一步下降 就会违反WTO的 因为委员的提案的内容的问题 他是把它做个分类 外国酒客高税 我们local的酒客低税 这个就违反WTO 这个National Treaty的一个原则 那我刚才也承诺说 是不是给我们半年的时间 那一体降税 你们又不愿意就对了 一体降税 整个酒系的均衡 又会发生问题啊 那真正讲 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对 进口的高级的Brain 这个Whiskey 假定降税一瓶 通通用同样的税率来算 他缴二三十块的税 就给我们买一瓶米酒 缴这个一瓶这个米酒 假定变成25块 我就缴5块的税 那就不公平 就完全不符合一个税负合理 这是从蒸馏酒的酒系看 另外一个在在制酒 或者是酿制酒 他又有同样的一个争议啊 像现在我们的红酒 一度七块 他也会complain啊 对不对 像我们的啤酒 一公升是26块 他也会complain啊 所以这个酒碎的均衡 也要去顾虑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重要的 还是National Treaty 这件事情 要先去处理 处理好了 我们所以合理的降下来 所以说多一点少点 说不是我们最care的 是重要的 还是国民这个健康的保护 所以委员的提案 用心良苦 这个我们可以体会 我们事实上也做了 只是说 现在是不是再进一步 从去年185 就降到这个美度2.5 对 那现在目前为止 米金 依照财业部的观点 是已经没有空间可以讲 就是说以这个调税 以这种方式来调 是比较没有空间 但是我们去透过 资商的方式 把整个酒系的这个归类 做个分类 是不是有这个空间 这是可能 这是可能可以去努力的嘛 所以我也承诺 给我们半年的时间 去做这种协商 智商的问题 来解决一个制度上的问题 那么在您这个报告里面 有提到 说日本韩国都已经要求 要跟这个 他觉得85、6年就发生这个问题 结果被WTO制裁 还给他们一年半的时间 整个回复过来 所以说已经被制裁 已经被制裁了 他们只是被要求更正 还是有被制裁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WTO说你这样做不对 我给你一年半的时间 改正回来 他们就一年半的时间 就改回来了 那事实上没有受到贸易制裁 但是他有做这个因应措施 但就不是不必用制裁的方式 好 你看 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们我们不必 我们何必又自己画 画立制限 或自己自我设限 意思是说 这个就往反观下 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个问题 那我还想要去做 增加大家的困扰 那我们为什么不先去协调 去沟通 大家都有认同 像等同去年 我们这样一个案子出来 也是对过会员的智商 我也不反对你去用一些时间 把酒类分裂 再去重新做一些调整 但是如果在一个短期的部分 还没有被这个 你如果说制裁 他 不是制裁 整个WTO的 他的一个规范 这个下来可能会 还会有点时间 对 不是有点 不是说今天去 马上就 就那个了 就会被制裁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过去我记得前几个礼拜 跟你提到 在产创的部分 我们对于工资的这个补贴 是 有可能会被这个WTO制裁 那个时候您回答两个方向 这个可能是在牵涉到老委会的部分 不是 工资的不对 第二个 制裁可能不见得那么快 不是 可是为什么对于现在这个 我当时的回应 是说 一定是在不违反WTO的架构之下 我们才能做这个事情 不然我们自己知道有问题 这就是大家的见解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 你明明 你把这个 这个 这个公司的补贴 如果用行政命令 这是比较机动性的 这么可以做的 你不做 你偏偏把它入法 入了法 之后 你要白纸黑字 看到你这个东西 你修法又那么 修法又不是一处可击的 你知道立法院修法 修一次法没有那么快 这个当然经济部 他们会去考量这个问题 对 你那时候是这么讲的 因为他比我还清楚这个事情 对 他说一定会有关系 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应该是在符合那个架构之下 去做这种相关的 那为什么九略的部分 你就这么保守 也不是保留 我们就是预见有这个问题 我预见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先做必要的谘商 像我们去年 也是有各个会员国 几个重要的 我们有去去韩 去问他们的意见 他们说这个没有关系 只要一致 他们就同意 所以后来我们修这个法 就执行就很顺利 是 不然到时候有争议 一来一个个来很麻烦的 变成国际 贸易的一个纠纷也不好 所以说将来 你说要有半年的时间 来做一个 对 几个重要的会员国 像至少美国 然后日本 欧盟 几个重要的 我们的意见出去 看分类要不要做调整 或是税率要怎么做 合理的调整 在符合这个 这个National Treaty的架构之下 大家没有意见了 那我们做起来就比较顺利 对 你认为这是一个 一个必要的一个程序 对 而且是影响最小的 影响最小的东西 如果说半年内 有资商有结果 资商有结果的话 可以适度的调整 这个酒类的 尤其是明酒的税 那做最好啊 那如果没有呢 没有的话 还有别的方法 我们再来看有没有什么 可以来配套的 如果其他国家有意见的话 你就没有 此路就不通了 就是没法用税的方法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事实上讲起来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问题 从民国88年到现在 我去年就处理了 10年 10年没有处理 我来的时候把它处理了 只是我们再进一步 对 这点我没有说不肯定你 这点是肯定你的 最后一个问题 料理米酒 你提到料理米酒 每瓶每公升只要9元 9块 因为它定一步一样 销售的情形有如同 那很少 料理米酒的销售量很少 因为基本上讲 我们国人使用这种东西 它基本上是用纯的米酒 红标米酒 因为国人使用米酒 大多数不是 饮用 是料理 可是料理你们加了盐 或者这部分 感觉上就不好了 是有改善的空间 因为基本上它这个分类 讲料理米酒 国际的定义 它是要加1度的 这个1%的盐 那我们已经争取到 过去已经争取到0.5 但是实际上国人还是不用这个东西 你是消费情况 还是没有办法改过来 这部分加强一下 是是谢谢 谢谢部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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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